好 这个礼拜就是端午节咯 有不少的婆婆妈妈已经开始准备粽子这些应景的菜色了 不过呢 如果有些人觉得说吃传农的粽子太腻了 开始可以改买新奇的异国粽 像是呢 用粗玉米粉所做的墨西哥玉米粽还有海鲜粽 以及呢 越南的咸粽 现在的销售量都是好的 吓吓叫 玉米肤酥油用机器搅拌 捏成一个个小巧可爱的玉米团 放进cheese后 再用粽叶包成仿锤形 这让人陌生的粽子是墨西哥名菜 墨西哥粽子是 它们叫塔玛丽 它起源是从墨西哥古代古时候原住民 一种感情的东西 墨西哥玉米粽塔玛丽 馅料特别 口感也不一样 把一般粽子里的糯米换成粗玉米粉 三角形是包鸡肉 仿锤形是cheese口味 另外方形粽包的是猪肉 但就怕台湾人吃不惯 老板还特别设计墨西哥腊味海鲜粽 少见的墨西哥粽很新奇 但如果是异国粽子 大受欢迎的还有这一种 吃起来没有那么油腻 比较清爽一点 那味道呢 味道也是比较香 有那种绿豆的香味 越南咸粽光是个头就比台湾粽子大二到三倍 每包一个就得用上七到八张粽叶 里面包糯米 猪肉 绿豆 还有栗子跟香菇 特别的口味和香味让他们每到端午节前 至少都可以卖出五六百颗 吸引爱长鲜的陶克上门 中间新闻 正人宗 吴婷 台北报道